今天我们探讨一个人生的话题好不好 说如果有一天你明天就死了 你会做什么呢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 如果红鹤明天就死了 我一定会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会打电话 告诉我曾经恨过的那些人 我会告诉他 我说不好意思 我已经恨你三年了 已经恨你五年了 但是今天我不恨你了 因为我明天就要死了 我不恨你 并不代表了我原谅了你 我不恨你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今天告诉你是希望 曾经你做的很多事情是不对的 你正在伤害了你自己 也在伤害了别人 我没有崇高到 让所有所有的仇恨随我而去 但是我也没有被见到 要与你同归于尽 因为你在我眼中不值钱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的 第二 我会打电话 告诉我爱的那些人 我会非常淡然的对他们说 哎 哥们 明天我要死了 希望呢 我死后 你能够延续一些我们的回忆 能够在很多很多的场合 把我曾经的场景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因为我需要延续 你就是我的延续 也是我的寄托 让爱的人更好的 更有影趣的 在这个世间生活 我跟爱的人会说这样的一句话 我就相当于是远游嘛 我的物体的躯壳 已经被我糟蹋的不行了 但是我的灵魂 我的思想还在游移着 也许某一天 我们会更明 我们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见面的 比如说吧 说我们在很长时间内 以水的形式存在 也以冰的形式存在 只不过今天 我以雾的形式存在 我仍然在你的身边 因为我爱你 你不要悲伤 没什么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你更要珍惜你身边的人 更要珍惜你身边 所有所有你值得爱的人 因为有一天 你也可能像我一样 想开吧 同时也要什么呢 也要尽自己 最爱的那个人的义务 最后一点 我会告诉自己 我要记录啊 我要把我生活当中 所有所有的场景 努力的记录下来 可能通过 今天的短视频的一种方式 可能通过文字的一种方式 录音的一种方式 总之 我要努力的 在最短的时间内 记录我存在这个设计 社会当中 所有所有的 我能够保存下来的 作为一点念想吧 因为证明 红荷还来过 红荷来过这个世界 我的躯壳 我的物体来过 我的精神 还能够被别人惦记着 这就是一个 有价值的人生啊 所以当你想明白了 我明天怎么死 怎么面对的时候 面临着今天的这些磨难 今天的这些谩骂 今天的这些打击 今天的这些嘲讽 今天的这些背叛 那还叫事儿吗 对吧 所以爱红鹤的就多支持我 多来看看我 喜欢我的 就点个赞 分享 每天八点半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红鹤 谢谢